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嘉雄 我在上节目 汉胜的时候 替主持人说 右边是我的爸爸李嘉雄做一次 我叫他佑 跟当兵的时候一样 那我们现在是9点42分 9点42分 我们讲血经典应用之3 血经典应用之3 三四五六七 三四五六七五个 就是锦银苏金河五个 那苏血锦银苏金河 苏血在五战来讲 它又是圆穴 那六五的话就锦银苏圆金河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五期的话是代道 让各位了解说 中国的医学它可爱在哪里 所以在中国医学讲说 在上岸论张仲敬讲的说 诀诀的诀是什么 阴阳不通 所以变为诀 所以诀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壁诀 壁诀就是 这个动脉和静脉不通 所以壁诀只有两个 第十篇静脉一篇的就是壁诀 一个呢 是烟干心痛可遇四位壁诀 那是心筋脉 就是你心脏的 循环系统的问题 这一个 红色的这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 肺上满 疼疼的喘河 缺氛动重 生殖交流是什么 所以壁诀 这个也是壁诀 壁诀就是手有冰的 但事实上 你仔细去判断的时候 肺的壁诀呢 是大拇指比较的 因为他这部分呢 他的老神经的循环会比较差 也就是说 那此神经的循环插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心筋脉壁诀 那这个壁诀细节 在这骨头里面 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 我们在看这骨头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脊椎骨 脊椎骨 脊椎骨应用31块 那第1112块胸骨的地方呢 我们看的时候 刚刚在讲气鞋的时候 气鞋就是我们所谓的浮肋 浮起来的肋骨 因为人在进化 他从四肢动物变成 两肢的时候 就是这个恩万年的改变 所以这三文靴 所以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呢 是假肋 假的肋肋 各位看到是八九十是贴在第七热骨上 所以在经脉这个各种说辞 有经脉来讲 我们旗门跟日月 在骨头下 我们说七七六七六是日月 五六是这个旗门 但又人法六七到旗门 这个七八到日月 这两个说法都正确 那各位只要记得说 真的肋骨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到这里 他贴着胸骨 那各位看到八九十的肋骨 他没有贴到胸骨 他贴到第七肋骨 所以他叫假肋 第1112肋是不肋 那这样搞清楚以后 我们现在贴脚的颈旋 事实上是在讲墨烧 那脚的墨烧呢 在绝上就是说 你手脚冰冷 但是你持续去辨别 所以他是整个有问题 不然他是还是可以分别出 他有些地方比较冰冷 所以像绍商 我们再看 各位看我 这就是绍商 山羊 中冲 关冲 绍冲绍 这是九 手的颈旋 那脚的颈旋呢 他在位置上 我们就是 隐白 大蹲 立对 他在静脉拼上是这两个 但是我们现在临床上 他不是用内外立对是这样 翘音 途翘音是在第四肢 字音是在这个脚底 然后 永泉是在三肢 所以在观念上 我常常在跟义子讲 所以 我现在就像 我小儿子说 我只是想 我想要知道的 告诉大家 那 我呢 我想要知道 或一直想要知道 我告诉大家 那 圣族上一半 请小指指下 携手族性 出于南谷之强 那这就是别路跟踪 跟踪就我们刚刚提到大中穴 那这样的情形呢 在蛇颈穴上 各位有所了解以后 我想 在身体的构造上 慢慢会有更轻的了解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 第四十一集就讲到这里 谢谢